你说他俩不会真的是那个吧 娘娘可还在呢 也不知道背着点人 尼玛你听话能不能听全了 赵先生有一件事情让我很为难 我想请你帮我分析分析 呦呵老李 我发现你夫人来了之后 你连说话都知道要脸了 弄得我还有些不习惯 之前的你可是见到什么都想要 赵先生我要这个 赵郎君我要那个 你有什么事直接说吧 我还是喜欢之前不要脸的你 老方你听见没 赵先生跟陛下说 我喜欢想要之前不要脸的你 你说他俩不会真的是那个吧 娘娘可还在呢 也不知道背着点人 尼玛你听话能不能听全了 赵先生是说 喜欢之前直接点的陛下 你也听见了吧 上集我就说他俩有事 你还不信 老方以后咱俩可得保护好自己 真是跟你这个憨货没法沟通 你说的对 以后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下属 做事尽心尽责 我也给了他很多封赏 最近他又立下大功 可我却没东西再赏了 所以我想听听赵先生的意见 嗯 你说的这个是 让我想起来李二了 你妈 这也能想起我 李二那小子 有个臣子叫李静 打仗很猛 功劳也很多 算算时间 现在他应该打完土玉魂了 这次的功劳太大了 就连李二都不知道 该怎么封赏他了 等李静凯旋后 李二就拐着弯训斥他 李静领悟了李二的意图 然后就把兵权交了出来 李静从此就跟个小媳妇 使得闭门不出 他怎么知道朕是怎么想的 莫非他真是仙人 那先生要是李二的话 你会怎么做 我说完全没有必要 李静都那么大岁数了 还能如何 现在的他 无非就是图一个身后名 李二完全可以 搞一个功臣图嘛 就叫林烟阁 把那些臣子的功劳 都列在画像上 这样他们的功劳 就能流传百事 李二也不用担心 他们造反了 好主意 先上神人眼 行了老李 别拍马屁了 你们赶紧走吧 我得睡午觉了 你妈 每次都是这样 刚把朕的兴趣提起来 你就完事了 你是真短 老房 以后咱俩还是少去 赵先生的礼吧 我有点害怕 行 我觉得可以 不对呀 你怎么答应的这么快 你跟老头你怕什么 你妈 成老黑什么时候学聪明了 不好忽悠了 成老黑 老头怎么了 老头就不是人了 还有人就喜欢年龄大的 也是 你读书多 你说的就是有道理 二哥 我感觉杖狼金这个方法很好 这样我们所有人心里都踏实了 朕知道回去就开始准备 但是朕感觉赵先生应该还有什么话没说 臣妾也觉得他好像还有话说 哎 等下次见了他再问问吧